然后怎么样落下你这个灰尘了 你会起了烦恼 但是中风果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无论你看到什么样好还是坏 善还是恶的 你这一念当中你不可以 在这个生活里面就被转了 你要用你的清静心怎么样来转 一念至今你把它转过来 看到好的都是好 看到不好的都是好的 一切都是平等的 你不会被这些所看到的而所影响 影响给到你的心 扰乱你的清静心 中风果是就是叫我们这样学 当你看到好的看到你不好的 看到顺境看到逆境的时候 一句阿弥陀佛 同一句都是阿弥陀佛 你这样修等于你跟阿弥陀佛 这一句缅好跟在这个生活里面能够融合而已 你这样修行才会成就啊 这个是从眼睛所看到的色相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耳朵 我们耳朵所听到外面的这些的声音 比如说有人批评你 你会感觉厌恶 发脾气 不喜欢 有人赞叹你感觉很欢喜 很快乐 中风果是叫我们学佛 不要这样 不要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 让你开心就开心 让你烦恼就烦恼 你要在这个境界当中怎么样去转这个境界 那个才是修行啊 不要因为听到一些你喜欢的 你就感觉很欢喜 听到一些不喜欢的 你就很发脾气了 你不要在这个境界当中去造也 这比如说你的鼻子 闻到一些香味 你喜欢的 你的心态是怎么样 闻到不好的 你的心态是怎么样 或者我们的舌头 尝到一些味道 我们喜欢的 你的境界是怎么样 你的境界是怎么样 好的是怎么样的 甚至于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意念 这意念里头 你不会落下了这些的影子呢 从你的内心的贪嗔去卖 自知之理没有力 你会不会被这些污染 而落下这样的影子吗 这个就是六成